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王岐 欢迎继续锁定TV新闻台下午三点钟的整点新闻 首先关于疫情 大家关注的在屏东方山的群聚感染 现在确定相关的12起病例已经有8例 确定就是Delta变种病毒 不过两个村子的普筛已经筛了900多人 目前都是阴性 我们来看稍早疫情中心的记者会 在这个屏东这个Delta这个病毒 让大家还是比较是关心的 那在目前来讲 我们的在几个 这一个里面的一个12个 的一个群聚里面 大概有验的 有验的都是Delta的 的那个病毒株 所以应该是这一个群聚 大概都自属于同一 同一个群聚 那当然我们现在尽量希望能够 不要再扩大 当然也积极的去做裁检 那从6月24号到昨天 总共那时候检查了442 也444位 那昨天报告是还有20位的PCR 结果还没出来 现在都出来了 那都是阴性 那6月26号 再采了469 4669 那其中有一个快晒是阳性 那不过经过PCR 之后 它仍然是阴性 所以在目前整体的范围已经 踩到了913位 那这913位里面 目前还没有 发现新的个案 不过它也是 采取非常严格的一些 相关人流的管制 扩大筛减 那居家隔离的人也大幅的增加 到目前都没有直接升到四级的一个准备了 那停业的部分是为了消毒 并不为了人员 人员有接触被匡列 那还是都要隔离14天 那么今天屏东方山的封港村 善于村 主要做的就是持续的筛减 而且也展开了大规模的疫苗注射 不过有隔壁乡的也想要筛减 也想要打针 召集当中争吵起来 男子跟乡长起口脚 公所人员帮忙劝阻 原来这名男子住狮子乡 却跑来隔壁的方山乡素打仗 问问到底何时可以打到疫苗 平东人会担心不是没道理 因为丢塔入侵屏东 在方山造成群聚 至少六人确定是印度变种病毒 县府成立前进指挥所 屏东县长潘孟安八点钟 就抵达方山疫苗素打仗 医师问诊没问题 再由护理师接种疫苗 疫苗接种针对检验呈阴性者 1200剂的AZ疫苗备战 方山乡 丰岗村 善于村 总共1967位村民 截至26号傍晚 已经筛减913人 其中一人快筛阳性 PCR结果为因 统计至27号上午阴性者646个人 其余的还在等待检验报告出炉 尚未出现阳性确诊者 今天有多少人会来这边市长 今天应该又有450几位 方山筛检站27号上午 还是有民众排队等检验 但踊跃度没有前一天 大排长龙人挤人的现象 可能是因为下雨天 加上目前筛检结果都是好消息 方山乡善于村跟风港村 中老年人口占7成 轻壮年3成左右 预计28日全数筛检完毕 两个村也进入准四级戒备状态 不让Delta变种病毒有机会蔓延 TVBS新闻吴忠勋 屏东报道 当然希望能早一点防备 而回溯这一次的Delta病毒 从命鲁回台的祖孙 是6月初回到屏东居家隔离的 然后14号发病 这是14号那几天 屏东现场拍摩安 还在脸书上庆祝嘉玲 现在是引来了批判 就是县府人员 扮演柯南才找出Delta病毒 在方山的传播链 只不过在屏东已经有6个人 确认感染是印度变种 还有6个人带基因定序 结果恐怕不乐观 乡民也怒了 在网路炮轰 屏东县府 后文者自称他爸爸 也被匡列隔离 白排车司机跟案14410 都是他的朋友 既然确定源头 就是秘鲁返国祖孙 问屏东县府要不要出来道歉 因为14日就知道 反国的祖孙确诊 县府非但没有积极处理 县长的脸书 6月14日还在开心的庆祝 连续几天加龄 潘梦安26号深夜则在脸书po文 请不要将屏东污名化 病毒不管从哪里来都是致命威胁 枪口要对准扫荡 耍嘴炮的人请闪一边去 别妨碍水深火热的战士们挺进 感染Delta病毒的祖孙 6月6号秘鲁返国 在方山娘家居检 14日被确诊 住隔壁的省省也染疫 传出是案13333 出来倒垃圾 传染给住隔壁的亲戚 但县府澄清 他没有出门 而是把垃圾放门口 原来两间屋子之间有互通 秘鲁返国的富人 检疫期间有需求 就请隔壁的省省帮忙买东西 可能因此造成破口 让Delta传播链有机会扩散 TVBS新闻 吴中勋 叶凤达 评论报道 而先要堵住进一步的扩散 染疫的白牌车司机 回忆说曾经去过台南 不过今天是先由高雄市政府 跳出来说要推出方山专案 为了防堵印度Delta病毒株的扩散 高雄市卫生局寄出政策 只要在6月6号之前 有到过屏东方山 或是有接触史的人 都可以到指定的期间医院 进行预约快山 一大早就有民众来快山站前排队 他们都是曾经接触过屏东方山 或是有出差停留 担心可能会有染疫风险 赶快来筛一下 高市府方山专案 除了农业货车司机 要强制裁检 造册打疫苗 所有诊所也要加强TOCC 得询问有无方山旅游史 尤其6月6号 曾出入方山乡的人 要加强通报 出现呼吸道症状者 就要转诊采检 另外曾出入屏东方山的医院员工 也要加强自主管理 已经住院超过三天的病患 三天要采检一次 如果三天内有呼吸道症状 就要PCR采检 屏东群聚案 四季的太太就在方山乡超商工作 从地理位置来看 几乎就在封港村与善于村中间 封港村人口有1062人 善于村则是901人 两村加起来有1963人 针对去过超商的民众 屏东县政府已经匡列了433人 而高屏两地密切来往 看不见的病毒又该怎么防 变种病毒入侵威胁 南部各县市绷紧神经 屏东县也停止入山镇 而台南市政府表示 会支援屏东防疫物资 但针对变种病毒 有没有相关的防堵政策 台南市政府还尚未公布 TVBS新闻 艾赵贤纪元南部综合报导 好需要小心 不过目前也还没有再传出更多的 Delta相关案例 而今天是台湾连续第三天 本土确诊数降到百例以下 我们来听指挥中心稍早的说明 那今天我们要宣布确定病例 是本土病例88名 那居隔居检 跟完成的 这里被验出来是27名 那另外有境外移入一名 死亡个案9名 那这里面当然 现在新北市41 台北市33 台南8例 桃园市3例 屏东南投新竹各1例 那今天我们有那个解割数目 因为有一些 这整理 整理的有一点慢 那当然这两天都有一些 相距的一些群聚 对大家也很担忧 那不过整体的 这个趋势来讲 它还是在往下 那不过呢 这集结群聚 还是我们现在大家 中央跟地方 大家合作 一起处理的一个重点 希望能够及时把它控制住 不过接下来 这最新消息 让人为这些警察担心 台北市万华区 昨天晚上传出 有外籍男子录道 紧急送医 不幸还是宣告不治 而且之后发现 这名外籍男子 是新冠肺炎确诊 而当时为他 CPR抢救的巡逻远警 还有到场支援的远警 总共四个人呢 现在是已经进入 防疫旅馆隔离 后续筛检的状况 我们会持续带您掌握 好 那么就说到在台北市 现在大家关注焦点 是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 相关疫情了 那么本来台北市长 柯文哲是婉聚中央帮忙的 不过昨天他提出 希望由王必胜来统筹筛检事宜 让北农可以清零 而这样的转变 今天迟是让大家议论纷纷 既然中央在苗栗有经验 你知道 我们会找王必胜来帮忙 一据接种中央的苗栗经验 要找指挥中心的王必胜来帮忙 台北市长柯文哲态度放软 是在找救兵吗 几天前 才跟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陈时中半夜视察北农 王必胜也了解不少 北农当前的状况 也分享了他18天的苗栗作战经验 只是原本拒绝中央协助的柯市长 突然改变心意 难道是因为北农疫情失控了吗 强调都还在掌控范围内 只是比一比两人的作战模式 柯文哲带领的北市府模式 主要是设立前进指挥所 及时疫调匡列 摊伤要持阴性证明才能进入 快筛加PCR同时进行 主要采取疫苗围堵疫情的方法 对比王必胜模式 采取的是大规模的PCR检测 晶圆电子当时只用短短的两天时间 就让5000名员工完成PCR检测 确诊就分流 用分仓分流降载维持营运 指挥所用18天的时间完成任务 也因此让柯市长 想复制王必胜的成功经验 大规模PCR检测 让北农清零 还说自己处理的方式是最快的 但显然没有几天 柯文哲市长反过头来 拜托王必胜王执行长到北农来协助 为什么政策大转弯跟中央求救 我们外界不得而知 面对病毒的来势汹汹跟不可测 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要嘴秋 要柯文哲以后态度还是谦卑一点 不要一开始把话说死又转头求援 只是这样的话 听在柯市长的耳里恐怕会认为 自己是想解决问题 怎么不被了解 TVB的新闻 朱华伟佳琪台北采访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就专注问题 说到北农要做大规模检测 要怎么做呢 资深记者邱婉柔带我们了解 这北农群聚风波可以说是持续延烧 这让台北市长柯文哲是一个头两个大 不过为了要控制住疫情呢 柯文哲也宣布新的措施 先来看到呢一个呢是一万剂的疫苗呢 将会造车失导 除了这个礼拜没打完之外呢 下个礼拜还会继续打 除了摊上员工也会包含在里面 所以也可以说是放宽限制 另外呢还有这大规模的市场呢 也会有大规模的PCR检测 就是防堵这个疫情在扩散 那么另外原本拒绝中央帮忙呢 这一次呢柯文哲也改变心意了 他将寻求医疗应变组的副组长王碧盛呢 一块到北进驻到市场里面去 在疫苗发挥作用的空窗期间呢 来协助大规模的PCR筛检 那在万大市场以及滨江市场呢 也会设置前进指挥所 将这个疫调筛检以及打疫苗呢 来做一战式的处理 至于Delta变种病毒 目前我们看到在台湾还好的事 好像还没有进一步扩散 能守得住吗 我们也请宛柔带我们看看 现在有什么样的活源 这印度变种病毒Delta病毒呢 可以说让非常多的人很惊慌 那么国民党的前立委孙大千 现在也对蔡政府提出了几项建议 他认为应该要超前部署 不能再重蹈覆测了 像他认为呢 应该要高价超额 买下具有防御能力的二代疫苗 防护效果更高的 但这不包括AZ疫苗 另外还要新建轻震医院 来取代现在的这个防疫旅馆 他认为这是有必要的 还有强化入境隔离的检疫规范 和要求还有扩大补助 各医疗院所的防疫物资 以及呢 这个针对防疫旅馆 管理以及清扫的标准作业 都得制定明确跟清楚的规范 因为他认为呢 已经发生过的剧本 千万不能再重来一次 那他也提醒说呢 民进党的政府应该紧急 这一次的骄傲自满的失败 真正的超前部署来执行 防疫曲线的超车策略 以免Delta来时呢 造成更大的疫情 他就说台湾如果有幸 可以走出这一波的本土疫情的话 已经发生过的剧本呢 千万不能再重来一次 那么眼前有不少公教人员 还关注到另外一件事 就是国旅卡会不会浪费掉啊 也请婉容带我们看看 现在又是什么状况 这三级警戒延长到7月12号 也让很多的观光旅宿业惨迹 因为政府的中子 就是呼吁大家说呢 别出门尽量待在家 但现在问题来了 全国的公教人员呢 其实他们都有这个国民旅游卡 国民旅游卡呢 他们每一年用在观光旅游的额度呢 有8000元 那像这个8000元到底该怎么用呢 人事行政总处针对公务员呢 在6月15号的时候 有发出公文指出呢 你必须在年底前 用完这8000块的额度 但同样拥有国民旅游卡的教室 规定是不一样的 教育部就发公文说呢 公立中小学的兼任行政教室呢 你没有用完的额度 是可以自行运用的 也就是说呢 这8000元呢 不一定要用在观光旅游业上面 你可以拿去买其他的民生物资的 这也让部分的公务员反弹说 为什么大家都是拿国民旅游卡 这标准却不一样呢 所以现在人事行政总处也微调了 他说如果你是7月底前 离职或者是退缩的公务员呢 你是可以自行运用额度的 那另外现在呢 这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呢 也有公务员们发起联署说 取消今年国旅卡刷卡的类别限制 截至目前已经有5000多人连署了 那么人事行政总处呢 他们也会在8月17号前做出正式回应 不过不止公教人员现在各行各业都受疫情影响 政府是展开了纾困 只不过这也造成了国债增加 国库署就公布了 政府负债已经逼近6兆 等于是每人平均负债25.4万元 创下新高 坐在电脑前专注处理公务 也要随时与同事们线上会议 不过这不是在办公室上班 而是家里时不时还有其他外物打扰 孩子学校也停课 该在居家视讯上课写作业 但这可苦了不少父母工作受打扰 部分家长甚至还因此得请防疫照顾假 疫情冲击 政府也寄出纾困4.0 发出了700多亿的现金补助 我是前天申请嘛 那昨天就马上入章 因为我两个小孩就是2万元 比较大的开交就是采买食材 因为变成你一天三餐 甚至小孩在家很容易喊肚子饿 你要赌四餐五餐都有可能 变成才买食材的那个钱就变多了 他们用笔电上课 然后他们就不能不开冷气 上班所收入来看 其实疫情爆发前平均的这个月收入 是33,184元 疫情爆发后平均只剩下 21,388元 平均月收失少了1.1万元 首播自营工作者 3万元的纾困金 还有1万元的家庭防疫补贴 目前都陆续的入账了 而在上班族心目当中认为 帮助最大的纾困措施 是1万元的家庭补助 疫情造成部分劳工失业生活困境 也有上班族薪资受到影响 政府也只能够大力的发放纾困金 看看国库署最新公布的国债中数字 中央政府的负债呢 已经来到了5兆9,598亿元 逼近6兆元 但平均每个人背债25.4万元 聚在这么高专在忧心 恐怕会造成更严重的贫富差距 疫情会让这一个世代贫富的差距扩大 因为中低所得者 不管是在生命或是在身体上 他受到疫情的影响 都会大于高所得者 2010年麻政府时期 首度公布国债中 累计债务为4兆5568亿元 平均每人背债19.7万元 10年后碰上新冠疫情爆发 连续两年推纾困计划 债务已经来到新高点 依照公债法的规定 只要达到举债上限9成的警戒线 就得要提出偿债计划 否则就无法再新增债务 当我达到在线的90%的时候 那我就会进到所谓的 就是一个警戒期间 就用预算来算一算 加上就是我们现在的 纾困4.0 明年有占级采购351亿 有前瞻三级 1058亿 然后纾困4.0 边在明年的预算 有2800亿 所以这三项加起来 就4209亿 我预计明年总预算的举债 至少是2000亿 七条 所以2000亿加上4209亿 就是6209亿 那就超过了 纾困计划成了政府举债的 最大支出 而疫情还在延烧 纾困似乎不会就此止步 目前台湾纾困金额 GDP占比为4.24% 但与其他国家的纾困计划相比 澳洲27.4% 美国25.5% 邻近的新加坡有16% 韩国4.7% 各国都在撒币纾困 举债问题也日趋严重 我们今天在做这些钱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该花 然后另外就会是 其他的经费上面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 可以暂停的支出 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 就是前债2.0 那现在疫情的问题 我们可以暂停前债 或者是提追减预算 把前债的钱拿来做防疫的话 那我相信对于疏解 现在就是要不断的 举债这样的情形 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欧美国家因应疫情的纾困 经济受重创 都纷纷提出了加税计划 而我们的政府也该思考 要如何挽救高举债的困境 避免债留子孙 TVB新闻 华正森刘军台北采访不到 其实各县市持续还会零星 传出一些确诊案例 像南投呢 今天新增了一个确诊个案 一个阳性个案 都是学校的教职员 确诊者是在教职之外 还兼任午餐秘书 而阳性个案呢 则是学校的储工 目前推测他们的感染源 是彰化的宗教传染链 目前校园也全面的消毒 匡列接触者裁减 那么后续的发展 我们会持续带您关注 好那么可以看到 其实疫情的阴影还在 不过也要顾及其他的医疗需求 所以现在台大医院 开出第一枪了 要求所有人员在29号 就全体回院上班 医护人员在烈日底下 全副武装帮民众施打疫苗 面罩 口罩 防护医缺医不可 在疫情期间 部分医院配合中央政策 降载手术以及门诊作业 只维持基本营运 不过从29号开始 台大医院将恢复部分门诊 全面取消居家办公 疫情稍缓 医院门诊的就医人数 也有微幅增加 才需要更多医护人员 回院上班 除此之外 台大医院表示 院内医护接种第一剂疫苗 已达到96%以上 院内也有足够的防疫设备 也不需要太过担心 至于新光医院表示 七月份也会恢复部分门诊 像癌症啊 然后包含就是像吸血管手 这些检查等等 也要慢慢到恢复一步 不是完全奇效 而是逐步 就是恢复一些 属于一般疾病治疗的医疗服务项目 但是像是进检跟医院还是先断去 截至26号为止 全台解割力的人数达到75% 医院专责病房的使用率也持续下降 多出来的病房可以提供给有其他需求的患者 期盼医护人员在有足够保护力的前提之下 能尽快恢复医疗量能 TVBS新闻何佳阳 李启文台北报道 说到足够保护力 前一阵子看到似乎出现了所谓的老人还打潮 不过今天有诊所医师说了 其实疫苗施打还是非常踊跃的 以台北市来说 诊所的库存差不多都已经打完 现在就等7月1号要配下来的莫德纳 全台努力冲高疫苗涵盖率 截至6月26号时点统计 已经累计接种一百九十多万人 涵盖率达到百分之七点九五 虽然不断传出打疫苗后猝死事件 引发老人还打潮 但诊所医师观察 疫苗施打其实非常踊跃 上个礼拜二礼拜二礼拜三打完 就又没有疫苗可以打了 下一波要打的时候 是已经7月1号或7月2号的事了 不少诊所早就没疫苗库存 预约全数打完 要等的就是7月1号配打的 莫德纳疫苗 开放到第八类 也就是65岁以上能打 只是这样逐步开放 还没排到的目标群 何时才有机会 陈时中曾说过开放的原则 不会等到说这一类人 都打到都完了 那才让别人去打 所以就会开放在一定的时间内 那如果再还没有打 那就往下走 一切得看施打的速度 再滚动是调整 目前到获得包含采购 加上每日捐赠的共有485.66万剂 如果全数打完可有21%的第一剂涵盖率 至于何时能再往下开 后续到货量是重要因素 在对比流感疫苗 每年进货约600万剂 公费对象分年龄开打 每年状况不一 也是取决于疫苗到货的快慢 以往年轻族群想打可选自费 但新冠疫苗明显量还不足 自费先全数暂停 何时不再分类别强打 到货量绝对是首要关键 提被新闻连续就先还被报道 疫苗开打以来不断爆出特权争议 专家提出现行的排序方式 可能造成操作攻坚 更可能酿成防疫的破口 从养护中心北农北疫群聚感染爆不停 疫情没有趋缓 大家都在等疫苗 什么时候轮到自己打 但就怕连施打顺序也藏破口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了最新的疫苗接种对象 此版总共涵盖了十大类 一千四百八十七点五万人 但是问题来了 包括了罕见疾病还有重大伤病 还有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的 六十五岁到七十四岁的年长者 这个施打的顺序都被推延 看开去年九月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 就有针对疫苗分配与接种顺序提出价值考量框架指引 当中就强调除了医护人员 老人及重大疾病族群都该列在第一波的优先施打名单 考量减少死病负担 才好进一步维持整体的医疗量能 看看台湾施打顺序 不止该往前的被排挤 排在第二类施打的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人员 数量还在四天内激增五成 尽管WHO有点出为确保公共服务运作 政府首长与维持国家运作的关键行政与技术人员 可以考虑列入疫苗优先接种对象 但是这群人必须被狭义的定义 只能包含非常少数的个人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三大类 政府扮演防疫关键角色 但首要考量的角色定位与公正性 该怎么平衡不可不慎 尤其不久前才刚爆出 在疫苗功不应穷的窘境下 回国担任行政院有几职顾问的 前发言人丁一鸣优先接种 把政府官员的优先顺序排在前面 而把年长者及重病患者的优先顺序排在后面 我想这是非常不治 而且也不应该的作为 追根究底就是因为现在台湾的疫苗严重不足 也因此大家在这个紧急的情况下面 都希望能够施打到疫苗 但是纵观世界各国在这一次的疫情 防疫的状况 也都是把政府官员依照先后顺序来排列 绝对没有政府官员优先施打 目前已经到达台湾的疫苗 大概有486万剂左右 施打到65岁长者 以及重大疾病者应该够 回过头还是疫苗的数量问题 只是现在每分每秒慢不得 跟疫情赛跑的同时 该怎么排序平衡疫苗正义 也是大学问 TVB的新闻 陈建民 程文月台北采访报道 那么现在更要注意的是 我们面对的对手是Delta变种病毒 它在国际间已经快速蔓延 接下来资深记者谢一伦 就要带我们看看WHO最新的呼吁 目前在台湾已经有这个 印度变种病毒入侵了 其实这个病毒已经在全球世界各地 都发现它的踪迹 原本Delta病毒就是从印度演变而来的 而且它现在甚至还有这个加的记号 就是它又再更进一步的演化了 目前其实在英国的公共卫生组织就说了 他们已经出现在11个国家 都有这个更加变种化的病毒 而且相关个案最少有197个 只是这个数字未来只会越来越多 因为现在很多国家都已经接种了疫苗 而且很多人也接种了两剂 几乎是完整接种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有疫苗 应该就是很安全了 可以不用戴口罩 尤其像在美国 很多人都已经把口罩拿下来了 所以他们现在就说了 即便你已经接种了疫苗 但是还是要持续戴着口罩 而且都要处于这个通风的地方 接着就是你手一定要常洗手消毒 另外就是这个社交距离 还是不能少于一到两公尺 好那么特别就是关于接种之后 还要继续戴口罩 为什么呢 我们请一轮进一步说明 大家都希望总有一天脸上这个口罩 可以拿下来 让我们可以大口深呼吸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虽然现在呢 大家都已经去接种了疫苗 而且也越来越多人了 还是要提醒大家接种之后 有五下理由都必须要戴着口罩 尤其是打疫苗之后 并不是立刻打 立刻身体就有抗体 必须等12到14天 另外呢 打疫苗也不是百分之百 可以让你完全免疫 其实是让你不会变成重症 或者是死亡 就是让你打了疫苗之后呢 其实如果你感染了新冠肺炎 顶多只是像是轻微的感冒 另外接种者也是没有保证 不会无症状去传播 因此呢 如果你要保护其他人 就要避免去接触 还没有打疫苗 或者是身体比较虚弱的长辈 都要避免去接触他们 另外呢 目前的剂量还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等到 大家真的都可以群体免疫 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现在还是要把口罩戴好 另外也可以看到其他国家 目前受到变种病毒的肆虐 所以可以看到在英国 原本说要解封了 但是现在呢 Delta病毒又让他们必须延后 一个月 甚至是以色列 也又重新颁布 叫大家把口罩戴起来 另外在美国现在有 预10%都是跟这个Delta病毒有关系 所以现在呢 病毒不断的演进跟进化 所以我们的防疫政策 根本都赶不上病毒的演化速度 好 那么事前我们也曾经 日前我们也曾经为大家报导说 有一种叫Lambda的变种病毒 也很难缠 而且似乎也开始扩散了 这边也请一轮整理最新消息 新冠肺炎的变异株 现在是越来越多种了 其实原本有印度跟英国之外 现在又多了一个秘乳 它原本呢 是在中南美洲跟美国才有出现的 但是现在呢 竟然在欧洲的英国 也发现它的踪迹 因为现在他们发现 其中有最近的确诊个案 有6例 通通都是这个秘乳的变异株 但是呢 现在它出现在哪里 可以看到从伦敦 还有其他两个地方都有 而且呢 询问这些确诊个案 他们曾经去过哪里 你竟然都有国外的这个旅游史 因此呢 有可能他们就是去了这些国家 才把病毒带回了欧洲 所以现在可以看到的是 大家都担心它的传染力更强 甚至有可能抗体也更强 那接下来我们打疫苗还有效吗 很多专家就说了 其实打疫苗还是能够保护你的 他们也把这个命乳的变种病毒 归类为新变异的C37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最近很多人都要出国去打疫苗 所以还是要把口罩戴好 请洗手 好那么面对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指挥中心也宣布了 从今天开始 入境台湾的旅客都要入住防疫旅馆 或者是集中检疫所 只是稍早在机场说是乱象不少 联系给记得检疫期 为了防范Delta病毒进入社区 指挥中心规定 从今天开始 所有入境旅客不能居家检疫 必须入住防疫旅馆 或是集中检疫所 如果新制上路第一天 乱象百出 不少旅客抱怨 前一天晚上才知道不能居家检疫 紧急在起飞前找旅馆 但也有不少人来不及 落地后才开始订房 所以说我们很多人都是到了机场 这件事情在机场收听 所以你登机前就订好了 是登机前订完的 那这样子会不会造成你其他 有什么样的困难 那肯定有啊 我们原本什么东西都检疫好 然后你跟我说 你突然跟我说 突然就是要酒店检疫这样子 什么都没有突然安排 有旅客虚加代券不能回家住 订防疫旅馆需要额外多花七八万元 因为目前除了七个高风险国家入境者 入住集中检疫所免费 其他旅客都要自费 而兴致上路第一天 还有人钻系统漏洞 公选其他防疫旅馆 再填自家地址 顺利偷溜回家 机场检疫人员表示 没有全国检疫旅馆名单和地址 可以去核对 也不可能等到旅客落地通关后 才一亿人工核对 呼吁警官署应该要尽快修正系统 让系统有防灾功能 避免落网之余 成了防疫漏洞 以上就是为您讲到的情形 美国佛罗里达州 迈阿密的大楼崩塌 这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 已经过去 失联的156人 恐怕凶多棘手 救难人员在瓦利堆中 持续搜救 怪手救难犬全部出动 希望能找到生还者 不过死亡人数持续上升 美国迈阿密的大楼倒塌 已经超过黄金 72小时救援时间 只是至少还有156人下落不明 而且现在救难现场 还出现新的问题 迈阿密正遭受暴风雨袭击 加上建筑内的瓦斯管线 引发火警 让救援公众迟迟无法加速进行 救难人员不只要和大火搏斗 建筑倒塌后的烟雾粉尘 也可能要了他们的命 目前搜救工作持续进行中 只是大楼结构不稳 失联的156人恐怕是凶多吉少 目前生还人住户已经提出集体诉讼 要求建商赔偿500万美元以上 与此同时 迈阿密政府也开始调查大楼倒塌原因 这次周围结束有点水 在大楼倒塌 2018年的一份調查報告更顯示 大樓可能已經存在結構性損傷 只是當時檢討報告出入後 並沒有進一步要求住戶撤離 或要建商維修改善 種種因素加起來引發這場悲劇 TV的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剛剛看了不少畫面是用無人機拍攝 而用無人機在戰爭中發動攻擊 也不再只是電影中的情節 共軍現在是竭力發展相關技術 所以也就有專家提醒 國軍目前相關科技頗為落後 電影中無人機採用風群戰術攻擊目標 遊戲裡特種部隊守直無人機 執行戰術偵查 各種影視電玩描繪出未來戰爭的樣貌 在現實生活中 無人機的戰術應用 早已不是天馬行空的想像 去年發生的雙亞戰爭 遭到無人機攻擊的戰車毫無招架之力 伊朗大將蘇雷曼尼也遭到美軍以無人機暗殺 掌握關鍵技術 在戰場上簡直如虎添翼 無人機可說是最近幾年來 世界各國軍方之間最夯最熱門的武器裝備 因為理論上它能夠以較低的成本來達成 以前需要出動載人戰機才能夠達成的作戰任務 也就是說無人機可以大幅降低人員傷亡的風險 國軍也有兩款無人機正在服役中 一種是小型的紅雀無人機 執行短程戰術偵察 另一種是大型的瑞淵無人機 可長時間滯空 101年開始撥交陸軍 後來則編製為海軍裝備 國軍的無人機部隊 已在106年全數撥交給海軍的海上戰術偵搜大隊 主要任務是在進行近海監針與目標辨識 而他們還曾經在海上征獲過共軍的北極新偵搜艦 算是有實戰經驗的一支部隊 但是自從成軍以來 卻不時傳出無人機墜毀的消息 也讓他的裝備妥善率受到質疑 以瑞淵無人機為例 服役至今一共發生了9次意外 根據國防部調查 9次事故有一次是天候影響 兩次是人為疏失 高達6次是基建故障 專家認為不責研發的中科院 責無旁貸 既然是國產的狀況之下 理論上後勤資源應該是很充分的狀況之下 都還會發生這種情形 我覺得可能真的代表是說 瑞淵無人機的部分的領主界的可靠性是不足的 國軍無人機部隊目前的狀況 大概只能用先天不良後天又失調來形容 就像中科院的無人機技術明顯已經落後中國大陸許多 台灣只是有無人機應用產業卻沒有技術基底 遠遠還無法結合現在的作戰運用實況 國軍現役無人機基本上只能偵查無法打擊 卻連對美軍購最先進的海上衛士也被限制攻擊能力 因此中科院也在研發能夠執行風群戰術的劍翔無人機 以及號稱台版死神的騰雲無人機 只是都還在驗證階段 當然共軍他們這幾年可能有展出一些什麼逆中無人機 他們自己的防空力哪一方面會有缺失 沒辦法阻止他們從那個地方的缺口發動攻擊 這個是比較需要去思考的 台灣資訊科技發達 無人機技術卻落後對手一大截 在未來可預測的威脅之中 相關單位必須即起直追 TVBS新聞立委華顧上軍台北報導 桃園竹尾漁港剛傳出出現不少遊客 而且單雙號分流沒擋住大家想買的心 連線給記者謝一輪 好主觀 觀眾這個週末在北台灣的天氣都是非常不錯的 但現在明明還是三級警戒沒有解除 大家似乎已經關不住了 趁著天氣好竟然通通都跑出門了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目前就在桃園的竹尾漁港人潮是非常多的 而且明明說魚市場也必須要有身份證 單雙號分流 結果進不去的民眾竟然就在窗戶跟這個攤販來買貨 而且每個窗戶都有人 幾乎都沒有保持好這個社交距離 讓大家是不免擔心 明明現在這個印度變種病毒都還沒有完全解除這個狀況 結果現在北台灣的民眾似乎都開始有點漸漸鬆陷了 以上就是我們掌握到軍情形下身鏡頭交換旁內 真的還不到可以完全放心的時候 泰國曼谷就傳出因為Delta病毒入侵 再次收緊了管制措施 而澳洲雪梨更從這個週末就開始 硬封城兩個禮拜 澳洲雪梨不少人敢在太陽下山前出門運動 超市的結帳櫃台前也是大排長龍 就從當地週六傍晚六點開始 大雪梨地區要封城兩個星期 因為印度Delta變種病毒已經入侵社區 而且短短幾天就造成超過八十人確診 另一個受到Delta病毒侵襲而封城的城市是泰國曼谷 儘管泰國政府展開大規模接種 只是仍然傳出有兩名富人 接種兩劑大陸科興疫苗後 已然確診Delta病毒 泰國政府宣布 從二十八號開始的一個月內 大曼谷地區禁止二十人以上活動 想在餐廳裡用餐也不行 WHO說Delta變種是目前傳播力最強的變種 已經蔓延八十五國 其中在英國六個星期前 每天有一到兩千人確診 現在變成每天一萬六千例 而且99%是Delta變種 儘管如此 專家認為疫苗還是能有效防堵Delta變種 為了提升接種率 英國開設上百個快閃接種站 一天之內就幫二十五萬人施打疫苗 面對Delta變種威脅 當然不是開玩笑的 風車防堵 加快疫苗施打 人類對抗病毒的路恐怕還很漫長 TV新聞綜合報導 好 那麼這當中澳洲還是被認為防疫模範生 有網友分享認為早期封城是澳洲抗疫初步成功的一個關鍵 旋轉木馬現在在消毒 所以現在排的隊有點多人 旋轉木馬很多時段都會消毒 不是一整天消毒一次 小朋友能出來玩得好開心 而要進來動物園得上網預約 不能現場買票 每天有人留管制 像是蝴蝶館屬於室內就得戴口罩 一切還是非常小心翼翼 澳洲墨爾本從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後 到現在歷經四次封城 第四次在6月10號晚上解封 只是還有市民不得離家超過25公里的限制 到了6月18號距離限制取消 但周界之間還是封鎖 曾有常年住澳洲的網友PO文說 澳洲能不靠疫苗戰勝疫情的關鍵就是 早期的強制封城 就是封城 那他就是配套就是他有給 呃員工就是失業補祭的 失業的救濟 而且其實他那個失業的救濟的錢 其實是比很多人去上班的錢 都還要多蠻多的 然後那在這個這個配套方案叫做 Jug Secret 那另外一個是給企業的補貼金 就是他希望企業不要倒閉 就是等到疫情撐過去之後呢 呃就是員工還可以直接回來 政府的封城配套就是讓人民基本生活穩定 在澳洲的台灣人張小姐說 一開始當然有人抗議 但一年以來 大家也漸漸明白 封城是快速有效的方法 進去大賣場採購食物時 民眾幾乎是使用自動結帳櫃台 達到零接觸 出門只能是採買運動照護和特許的工作 以及打疫苗 澳洲篩檢這個新冠它是免費的 那其實你就是他們就是後來就開始鼓勵大家 就是你有症狀你就要去篩檢 假設說我的同事確診了 那我也就是很有可能會確診 所以那他就是同事就抓一把 大家一起去檢測跟強制隔離 那一旦你有進入到這個狀態之後 他就會立即把錢給你 就是讓你在家安心 張小姐坦言對長期封城的維州來說 大家的身心健康難免很辛苦 但民眾也漸漸適應同理 這是澳洲lockdown的經驗 而台灣這次本土疫情大爆發 仍不敢升到第四級封城 經濟代價就是考量 lockdown其實某種程度 可以在初期快速的去降低 台灣人與人之間的一個 病毒傳播的一個風險 未來台灣其實即使降級 這些容易產生人與人接觸的 這個場所應該要嚴格限制 第二部分就是電子廠跟一些加工廠 他大量的一個外籍的一個勞工 這個部分他由於文化跟所謂的語言上不同 我們很難去了解 他們有沒有出現一些初期的一些新冠肺炎病症狀 也由於他們不會盡早就診 所以這很容易會產生一些 感染的溫床的話 三級即使降到二級 這部分還是要列在頻繁的一些快篩 跟廣篩的一個地區之一 醫生認為就算降到二級警戒 台灣也不能放鬆 一定要有全盤部署 而和新冠病毒共存是全球新常態 季節性也不是標準了 我都不覺得它夏天比較少冬量比較多 夏天好像是一直在燒 去年全球也是一直在燒都沒有停過 而且不只是南半球北半球都是一樣燒 所以它到底有沒有季節性我覺得我看不太出來 我一直覺得它想要流行就流行 一個新的變異就新的一波過來 所以每個國家都有四波五波的現象 普篩 廣篩 快篩 篩減的強化運用 或是lockdown 封城封區 這些都是防疫的武器之一 台灣必須不劃地自限 記取教訓 才能度過一關關考驗 TVBS新聞可順從王一傑也看不到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